小贞啊 其实有时候爸妈 偶尔这样装模作样一下 反正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怎么说 像我前一阵子 就跟一些朋友来聊天 聚会 然后这些朋友的小孩 其实也都已经到四分年龄 那家长们一定都很急 就会逼他们赶快去找对象 要不然就安排他们相亲之类的 其实爸妈会急是可想而知 但是现在年轻人 受得了爸妈这样逼婚 是没错 但是其中一个的妈妈 她的女儿刚办完婚礼而已 她就羡慕了眼光 怎么有可能 你到底是用什么妙招 她说没有 我没有逼婚 我只是 有时候跟女儿讲说 女儿啊 我不会订餐 你帮我订个餐好不好 女儿啊 我好累哦 你帮我拖个地 帮我洗个衣服好不好 然后最近还说 女儿啊 我们家那个屋顶好像漏水 你可以帮我修一下吗 我好需要你哦 还好你没有嫁 你如果嫁了我怎么办 这样子 整个没多久 她女儿就跑去跟她妈讲 妈 我要结婚 好糟耶 这样以退为进 逼得她赶快结婚耶 所以观众朋友 到底虚伪呢 是现在爸妈的标配 还是说友谊说意 才是上策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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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今晚菜战吧 首先欢迎我们新宝贝衣模 装模作样的 哎呦 真的口口矫情啊 妈妈 喂 你们有这样子 你啊 你啊 矫情做作 真的 对啊 人就是矫情 矫情 对啊 我这边更矫情 哎呦 更 不是 就看似谦虚 但其实装出来的 虚伪爸爸 哎呦 虚伪啦 好棒哦 好棒哦 好强哦 以你为荣 很多人在当爸妈之后 就会开始学会虚伪 对不对 就是明明知道 小朋友要说要帮忙拖地 你就是知道他要捣蛋 还要说 好 软 小孩子你跟音音帮忙做 那真的多棒啊 你好乖哦 你看 人家的小孩都不会这样子 然后琪璃就想说 是呀 我等一下收拾餐具 然后呢 不想让小孩吃糖果 就会说 辣辣 臭 不好吃 对 对啊 虚伪 会自拿 真的 所以一开始就要问一下 你觉得说 妈妈们虚伪起来 其实比爸爸们更技高 一等吗 听起来 当然啊 肯定是的 当然 妈妈容易吗 没有 很重时候都要装好吗 怎么必须要装 这个爸爸也是有事情的 对啊 真的 爸妈我们有时候也要附和 有时候爸爸装不来的 真的 有啊 刚刚大牛哥那个就装得很像 对 对 女生装机 爸爸当偶像 一定就是要维持这个 他们把爸爸当偶像 还不是我们在旁边装出来 真的 谢谢你们 还不是我们那天说 爸爸好吧 谢谢你们 谢谢 对啊 那有时候变成虚伪爸妈 也是不得已 尤其是小孩做出一些 你并不想要贴心举动 你总不能伤了小孩的心吧 还真的 我有一年的生日 那时候他们还不是很大 一个国小 一个国中吧 然后他们就送了我一个 不太需要的东西 什么东西 而且不是我很喜欢的 我只是有一天 这样子就大家去逛街逛一逛 然后就看到手机 摩托罗拉 它有出新的这个智慧手机 他以为我喜欢 就去买了一个 我看到 就假装 你们还用那个红包钱买给我 这样 我还很开心这样 故意装得很开心 其实我不需要 我想要换别的 真的 我那时候是想要买其他台的 结果他以为我喜欢那个摩托罗 那你也很虚伪 这边 出新手机 真的比较好 小孩子买了我就不好意思 只能参赞他一下 而且他也把你记在心上 所以有时候还是要虚伪一下 那小孩子才会开心 对 因为他们毕竟也用心了 是啊 爸妈有时候哪些时刻 会超虚伪的 我们来问一下又人 情报站大调查 今天由特派员又云出集 透过LOWIE AI大数据 搜集网路讨论声量与关键字 带您掌握最新趋势 马上来看一下 爸妈最虚伪时刻 通常都是跟红包有关 就有网友来分享的一个故事 就是就像刚刚牛哥讲的 就是不但收到礼物要很开心 但是脸上的那个笑容 可能有时候是挤出来的 而且就是网路上 像现在可能如果是刚出社会 没有多久的小孩 如果要包红包 爸妈可能就会客气 就说你们现在工作 刚工作也很辛苦 如果真的是年终没有太好 不用包也没有关系 那这个网友就很天才 很天真 就以为爸爸真的没有关系 所以那一年他就包给了亲戚红包 但是没有包给爸爸红包 这个没有想到 原本想说爸爸也笑笑的没事 有一天他就接到爸爸的电话 爸爸就在那边语带哽咽 就说什么 你怎么过年大家的叔叔都有红包 救我没有 原来爸爸是喝醉 不小心把自己的心里话讲出来 其实爸爸心里面超走心 那我们就根据 LOWIE AI大数据关键字引擎 我们就来看一下 爸妈的走心时刻 虚伪时刻到底有哪些呢 例如红包 压岁钱 帮你们保管一下 装病 讨拍 甚至还有礼物 在场的爸妈们中了吗 那个佑云 我那天看你上友台的一个节目 然后去爆料所有的天王天后 然后在车上亲嘴垃圾 然后还花了很多钱去压掉 这我们私底下说 我可以私底下告诉你是谁 原来你在别的节目那么八卦 对啊 没有 没有 你很棒 我为什么要看我 我还好想听 女生是谁 女生是有得过金曲奖 两个都是单身吗 我能掉一个人 你不是这样 我跟我们掉了 怎么怎么 我 必须得说他们没有很意外 对 所以小可你再喜欢 说到虚伪这件事情 我觉得 小朋友真的给我们很大的潜力 因为以前我是不知道 我居然可以这么浮夸到没有羞耻心 因为我们家现在小朋友在自学 所以其实有很多时间都是一直陪着他们的 然后所以小朋友的感情就越来越密 越来越密 然后我女儿前一阵子呢 也不知道哪一个性质来潮 就突然间开始写小字条 然后小字条是给我跟爸爸 然后他就把它放在床铺上 就等我们工作回去 或者是我们洗完澡 他就放在各边放在一个床铺上面 对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 也太甜蜜了 就是收到女儿的小情书 然后爸爸也很开心 字条是写什么 感谢我之类的 他就是写说 谢谢妈妈你辛苦了 对 然后呢 我就收到之后 就隔天就跟他讲说 悠悠 谢谢你那个字条 妈妈爸爸有收到 真的不能讲 没了 天一峰 天一峰而已 我家有三个小孩 是一试三分 哇 就是一试一份 然后开始他们会连环攻击 拿到字条拿到后面去 他写说 请回信 所以后面我今天只有带一部分来 就是 你还不能已读不回 我不能已读不回 要回 还是要写字的 这是女儿写的 他是不是还折起来 折那种高兴风 然后女儿就会写 写很多 他写很多 然后这都是女儿写的 然后我的回信都在他那边 你到底到哪了 我早都找不到之后 看到你已经出去上班了 还有你有没有抱我 Yes or no 可是我没感觉 还是你没有 可是没关系 我有梦到你就好了 对了 下个礼拜你们要来 See 听我们 说英文 故事一定要来 我当猴子 Toby当虎子 Eva当长 好细节 长颈鹿 悠悠当老鹰 Love my mother 对 然后他就会叫你回信 然后因为像这个节目 我就跟他讲说 有对到吗 他一定都要你抱他就对了 他一定要 然后就是我再晚工作回去 他都希望我可以抱他 然后我就说 可是我会吵醒你 他说没关系 因为当下的我是真的很开心 对 妈咪对不起 我吃糖 对 对他在讲 自己抱掉我自己的招 给你的东西拿去上班 所以都可以 对 这个 这些 好可爱 不生气了好不好 如果你还在生气的话 我先让你敬一敬 OK吗 我的什么 还有回信已经 他还在挤我的回信 真的耶 他要挤到100分 真的 那你真的都每一次都要回他 我就是每一次都要回 只要我想你 只要看一看就不想了 对 Ben也会回吗 Ben也会回 但是因为我回的 就是会比较 会拿给他看 他会马上打开看 然后我有一次看到Ben回 Ben就是这样 他就偷偷晒给他说 不要在这里看 因为Ben 那Ben写字 不忘了 对 不懂的 里面有个弟弟的 而且你不能一次回一个而已 而且不能回一样 这是弟弟的 我跟你讲 这痛苦死了 你 你 我跟你讲 看 看电视 看电视 好吗 I love you 妈妈 哥哥 打 甚至于配 打姐姐 头 要 她是 塔又打人 来 很可爱 然后 真的好可爱 所以在教老三的时候 其实就是会需要更多的浮夸 因为哥哥姐也都会了 他就觉得 所以你不能否定他 然后有的时候 又不能够让他觉得 很容易就可以得到那个成就感 所以我常常会在教他数学的时候 我就说 拜托 12加8 不会 超难 我跟你讲 这超难 然后他就说 20 然后我说 天哪 是不是难念问 数学天才完蛋了 好浮夸 好浮夸 我女儿就是这个脸 好虚伪 真的好浮夸 我女儿就是这个脸 而且我女儿看着我还这样 我现在终于知道 我为什么BEN那么爱 然后我女儿就看着我说 你会不会太夸张 20 有必要这么开心 我女儿就会讲这种话 然后你就知道 有的时候 在虚伪的陪孩子的过程里面 其实也是不免得要提醒自己 不能够太过分 但是你不过分 其实孩子又得不到成就感 你太浮夸 太浮夸 我很浮夸 真的我不知道我这么浮夸 对啊 小孩子一定会 我跟妳讲我妈好书 不是 她会说 我妈真的很笨 我那天算个20 她开始聊了 所以我是神朋友 爸爸有爸爸演成这样吗 其实我赞成 因为我觉得 小朋友就是在学龄之前 跟我们的培养感情 是建立一辈子的家庭基础 我可能也是一种补偿心态 因为我们家三兄弟 那以前我爸又是公务员 我们父子们哪有在讲爱的 哪有称赞的 以前考试考好 我爸都觉得说 这不是应该的 我赚钱给你去 你不是应该的 他不会去称赞小孩 所以我就跟我爸以前 就是要表达爱的方式 就不一样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现在当爸爸了 我不行对小孩这样 那因为我有两个有男生 那其实男生其实 就对妈妈比较OK 但我又不想要当一个 就是变成我爸爸的复合版 他的炫耀说我都生男生 对 我不能说 不是 因为 我说因为是女生 你两个都生男啊 好棒喔 还想要你那么假的 你两个 真的耶 没有啦 因为我说女生跟男生 撒娇是可以的 但男生跟男生撒娇 就有点难了 对 那有一次我出外景 也是两三天之后才回家 那因为他妈妈都会规定他说 你爸爸如果工作晚回来 你要说爸爸辛苦了下班了这样 就会有一个父子的联系 就不会以前回去 然后我爸就 就没了 对 然后有一次他就很用心 他就留菜饭给我吃 他想说我出外景两天 爸爸在外面是不是没吃好 没吃饱这样 然后又回家说 爸爸辛苦下班了 吃饭这样 然后就好 我很开心啊 回到家想说 来个热热的饭菜多好 结果一抓 结果一看 哇 好棒喔 他里面是 剩菜 然后还有那个骨头比较多的肉 然后还有比较粗的那个空心菜梗 然后还有 还有他不喜欢吃的芋头 他就留一盘满满的 然后还有那个剩下的汤 里面排骨还是碎肉的东西 对 他在留 然后我就看 好丰富喔 对 然后我就说 爸爸先去洗个澡 我等一下再吃 他说不行不行 妈妈是要现在吃 因为已经热 就是热过一次了 对对对 再加热不好吃 然后我就吃 那时候的妈妈一定超开心 对 剩菜剩饭被停了 终于有人停了 对啊 然后我老婆就在旁边那边 欸 欸 欸 我说好好吃 喔 还有点酸酸的 好特别喔 开胃 开胃 对 然后那个汤 然后我自己放过来的时候 爸爸再洗个澡 我等一下就回来吃 不行不行 那个巧虎说 吃光光不浪费 然后我就 吃光光不浪费 拿起来就是吃一吃一吃 对 其实是冷的放在 爸爸 爸爸不洗澡 爸爸先拉个肚子 对 可是真的 他就隔天就很有成就感 对啊 但是就先跟小可一样 不能称赞喔 因为下回 还有更丰富的喔 所以吃了一个礼拜的生餐 真的嗎 下次我通道 我想看到你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或者他私底下 是一个难搞的废物 喔 不要哭啦 看到你二公斤 就是现在 泡泡 就站在这里 你一步勾公公的手 走路正常吗 假设我有媳妇的话 我是OK的 小姐不吸地 24小时不断线 搶档综艺节目 热映中搜寻 东森娱乐台 什么时候要不停挣脑 哈哈哈 你看那边 我们把这个人当给走 我们找到废物 看在游泳中搜寻